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Origan 今天來分享一些技術分析的概念 那你如果要了解技術分析之前 你必須要看得懂 目前畫面上這個 他所帶給我們程式語言的資訊 首先我們點入手機的任何一個網頁任何一檔標的 進去看 一定會有走勢 技術 還後 趨勢 診斷 那今天我們手中是技術分析 那技術分析我們小心點進去 要了解到 這幾個畫面的幾個 幾個程式語言 我分享給大家 第一個 就是看大的格局 月 然後再就是看時間 代表說 在2019年到2022年 總共有4年的時間 這檔標的物的格局就是這樣子 那第二個要認識的 就是 就是價格 就說這4年的期間 有這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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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要忽略跟要看的 的價格是哪兩個價格 就 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 跟這個價格 為什麼看這兩個價格 因為這兩個價格 就是說 它容易在這兩個價格 發生 漲不上去 跟跌不下去 的 丟行 那看完 時間 價格 區間 以後 接下來我們要學的是什麼 接下來我們要學的就是 K棒 所有K棒就是畫面中這邊 一根一根 綠色有紅色 你看了可能會頭很暈喔 那我們先頭不要暈 我們先去說 先去了解 這K棒 是什麼意思 K棒 據奧利給熟知這個是日本人發明的 就是說它在 這個區間 這個時間 它 上不去跟跌不下去的價格 然後一個時間過 比如說一個月過 就形成一根K棒 一個月一個月 一根代表一個月 兩根代表兩個月 三根代表三個月 那奧利給這邊對K棒的解讀 我們稱它為什麼 稱它為 一個K棒代表一個人 一個K棒代表一個人 這個價格呢 有兩個K棒在這邊 3456789 9個K棒在這邊 我就代表說有9個人 讓他上不去 那 以奧利給的另外一個解讀方式就是說 K棒 是主意 給我們的價格 奧利給全部給它解釋為 一個K棒代表一個主力 兩個K棒代表兩個主力 三個K棒就代表三個主力 我們圖先放大看 我們先看 下面的 比如說以畫面看到這樣 有算有幾根 在相對低點這邊 有 一個 兩個 三個 這三個 以奧利給在解釋的也就是說 三個主力在這邊 讓價格下不去 理論上要一直下去 為什麼沒有 然後在相對高點位置去看什麼 看這邊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連成一條線 這邊就是有五個主力 我讓這個價格上去 那我們就是 這樣去 解釋 K棒 價格區間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什麼 就看哪邊人最多 哪邊 人最少 就是說 這邊 有一堆主力 我們可以解釋為主力 然後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力 主 阻擋的主 力 他給我們的股票的語言就是 這邊有12346789可能大概 12個主力 告訴我們說 這個價格 上 不 去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在下面這邊 告訴我們 有三個主力 告訴我們這個價格 下 不 去 對不對 那我們是韭菜 我們不是主力啊 這個價格不是你跟我可以去控制的 是主力可以控制給我們看的 然後呢 我們就在這個主力的 給出我們價格 去把它畫一個 隱隱約約的一條線 然後你就會發覺 這樣就形成一個 箱形 區間 有沒有 那 因為我們是韭菜不是主力 我們只能做 跟著主力做 的優行為 所以主力有賣給我們看 賣給我們看 那下次價格來到這邊呢 我們就 賣看看 他主力 有買給我們看 買給我們看 那下次價格來到這邊 我們就買看看 大的格局 就這樣看 然後每一個格局 都有他對 有他不對的地方 那 我們 身為韭菜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說 我們要賺多少錢 我們只能跟著主力 的後面 去做 我們該做的 交易跟優行為 從大格局 再看到 小格局 這個畫面 大家就 應該 應該都懂 我解釋到這邊 應該都 都 都有 跟得上的話 那我們就進入下一個階段 如果說 你有聽不懂還是想要再了解其他的 歡迎在留言區下面留言 如果沒問題的話我們就進入到 下一個階段 那下一個階段 我們要去做什麼 就是說 你這邊 我們看可能大概有 四年的時間 我們才可以做一次交易 你可能等不了那麼久 那沒關係我們就優大 看到小 周限給我們看的價格這個大概是一年 應該一年可以做一個交易 就大概這樣看 那日限 日限 日限給我們價格 可能是大概 也是一年左右做一次 一樣 不管你到哪個格局 都把每個格局 說到最小 說到最小 你就得到 你想要的答案 那現在我們來 複習 複習什麼 複習一檔標的物 在要漲要跌 之前 它會發生什麼樣的優行 還知道說我們是一個看圖說故事的頻道 然後怎麼看 怎麼建倉 怎麼交易 那一樣喔 我們先把圖 結起來 去觀察什麼 觀察奧利給收了這邊的這個價格 還有這邊的這個價格 上去 下 有沒有 這是我們每天你看奧利給格局在分享的影片 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 發生什麼樣的優行為 來喔這個重點來囉 我們來看它發生的優行為 當它來到這個價格的時候 剛剛有上過K線的分享 剛剛來到這個價格的時候我們發現 這邊有幾個阻力 我們圖再放大一點 比如說它來到相對低點的時候 我們有開始走橫盤 這是我們第一個要確認的事情 為什麼要確認它走橫盤喔 因為 這邊 告訴我們 一個阻力 兩個K棒 三個K棒 4 5 6 7 8 9 10 11 喔 就在這條線的價格之下 有11個 主力 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什麼事 剛剛有分享嗎 主力告訴我們 我下 不 去了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它發生什麼 它就開始 往上 有沒有 開始整個上去 那整個上去以後 它會有一個價格區間讓我們去做 交易 就是 就是 它會再走出一個新的橫盤的格局 比如說這邊 這邊 我再放大一點 它重新高以後 會有一個新的高低的橫盤格局 那我們一樣是 再去 把那個圖結起來 一樣發現 它突然在這個價格 還有 這個價格 有沒有 一個主力 兩個主力 三個主力 四個主力 四個 告訴我這個價格 它 不讓它下去 有沒有 那這邊呢 一個主力 兩個主力 三個主力 告訴我 也不讓它 上去 中間的就不要看 中間不要去管它 我們只管 這個橫盤格局的 價格的邊緣 然後呢 然後我們做什麼優勤 我們去算出 它這個橫盤格局 假設說 494-477 有 15塊 7塊 假設我們抓 17塊的優勤 我們就開始寫出我們的計劃 這個價格 我萬一吃在480 我要賣在490 我可能有17塊 17塊左右 的利潤 可以去做交易 這個賺賠比如果說 夠的話 那我就 跟著開始建倉看看 開始建倉看看 它什麼格局都不要急 我們先看這邊 第4有一個主力吃給我們看 賣給我們看 我們做第2次的單子 在這邊還吃得到 啊這邊 這邊有賣嘛 這邊也賣得到 所以奧利給常說 為什麼要 加2 減1 然後留一個加1的單 在這個停損沒有被 打掉之前 賭它到天花板 這是第2階段的交易計劃 喔這樣你再面對這個交易市場你就會 相對 格外的輕鬆 然後呢 然後再去觀察它下一個橫盤 下一個噴出或下一個跌破 的 業務行為 我們再去 做 其他的 交易模式 喔就是把 五個價格 我們常做五個價格 高點 低點 噴出 等不測去 跌破 等不測去 都給它算好寫好 你的交易計劃 然後策略一樣 吃2減1 留一張加1的底單 做來回波 這樣你在面對交易 是不是就 覺得 很輕鬆 運氣好 你就給它 賭到天花板 在你的這個停損點 沒有被打破之前 你都可以順利的 不到天花板 包含現在的 盤也是嘛 每次的橫盤格局高地 都至關重要 這個奧利家 你去看奧利家之前的影片 都是事前諸葛 不是事後諸葛 那怎麼去做到事前諸葛呢 就是去觀察左肩 左腳 主力透露的信息 然後我們韭菜就更單 加2減1 再加2 再減1 之類的 去累積你的 籌碼 累積你的子彈 然後賭它再噴出一段 做更大的優勢 順利的話 不順利的話呢 該砍單就砍單 該停損就停損 那最近我們要分享一個 雅當理論喔 它就是 奧利給參考它的 波幅的等幅車距 只是我把它簡單化 就是 我們 不管你手上有沒有單 你打開 你的手機 去看你的任何一個 交易的頁面 不管你格局這樣看 還是這樣看 還是這樣看 Anyway不管 喔就是 必須先看出 左肩左腳在哪裡 像這樣 左肩左腳在哪裡 我們就在右腳跟右肩 做 減跟加 的業務行為 然後把波幅看出來 你就有利潤 那你就 布局 吃看看 有沒有 那接下來我們去 反覆的看每檔標的物 月週日的格局 阿里給之前都分享過 我們直接去抓 60分K的格局 去看它交易格局的 變化 有沒有 聯發科 為什麼在這邊容易走韓 因為這邊嘛 左肩 左腳 右肩 沒有右腳 沒有 但是它在這邊 做一個另外一個整理波的業務行為 你今天假設你做聯發科 我們回到聯發科 順便分享一下停損的概念 我們這邊看到低點是716 高點是753 它還蠻波幅的行為 大概是40塊錢 萬一我們知道 萬一有一天它噴族沒有在收尾750的話 它會做這40塊的等幅測距 噴到哪裡 噴到大概790 就是我們知道的 關鍵價格的邊緣 萬一720 氣熟 的話 沒有在收回來 那就容易怎樣 容易做這一波停存的等幅測距 那就會跌到哪裡 跌到可能大概是 這邊40塊 減720 我可能會可以跌到回到680左右價格的位置 那你在這邊 在這邊萬一你建倉的位置是720 跟748 萬一你建倉的位置是在720 你做錯了 你讓個5塊 啊你停損砍單 砍掉了 你虧5塊 虧5塊我們在觀察嘛 觀察它有沒有站回720 有的話 我們再加仓 把它加回來 然後呢 然後呢去賭賭什麼 賭它破底翻會去撞740左右價格的位置 這邊你可能就可以加 大概 20塊回來 這樣你的重码就變成怎樣 加20 減5塊 等於多少 正15 還有正15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停損喔 我們先說一下為什麼要停損 因為我們看出格局以後 你有做停損 你這邊假設720建倉失敗 你停損可能停在比如說710還是715 715 你是不是虧5塊嘛 虧了就虧了嘛 然後呢 我們可能要在哪裡去等它 在680 去等它另外橫盤的 格局的變化 像這樣有橫盤有上有下 的格局變化 我們再開始跟著建章 加2-1 去做調節 跟吃蛋的優心 那你有沒有發覺 你有沒有發覺 這樣以後 你就知道 為什麼要停損 因為我720 停損 它如果沒有站回來 我不再交易的話 我可以到680去做 現倉的優心 那你這中間這邊加差 你可能就直接間接 少虧了 40塊 然後你在680接的倉 你在720 又可以做加40的優心 假設有做對的話 順的話 那你是不是 人家720在等節套 你已經又賺40 擴除你之前的付5塊 一樣喔 一樣回到720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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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這邊本來是虧40 也就是720跟680 你虧40在這邊 解套 不賠錢 跟你 先 浪個 5塊 然後在680 建倉 然後破斷40 有賺回來 減5塊 你還賺多少 賺35 一樣是 720 別人是虧5塊 你是賺35 評寸說 評寸的意思不是說 評寸你就不去看他 而是說我們去關注這檔標的物 他在哪幾個關鍵位置的價格 我們去做建倉的優心來 可以把之前 的虧損 賺回來 甚至於還賺更多 總比你在那邊 720 到680再上來 你 還是0 對不對 那你有停損先付5塊 然後假設是到680 你再做回來 你是 加35 兩個結果 加35 跟虧 跟結套 跟結套 是不是 所以 每個 格局 都很重要 每個交易計劃也都很重要 我們只要做好我們的交易計劃 看出格局 你就可以很輕鬆很豁然的去 面對這個交易市場 然後 從去年到現在所分享的影片 達成率 真的 都87%以上 不管他是在漲或是在跌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屬於在說 當局者 就是 現在局 裡面的人 當局者 你啊 那 你別人 你別人是局外人 有的標題物我做 有的標題物我參與 有的標題物我沒做 所以我在看我沒做 我說我沒參與標題物 旁觀者 親 因為我在旁邊看 旁觀者 親 當局者 那以上 先簡單在 分享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都在 影片下面的留言區留言 奧利家會用 18年老韭菜賠錢的經驗 去 分享給各位 讓各位 去 在當局者 迷的時候 用旁觀者 親的角度 去給你做建議跟調節 那今天就先暫時分享 技術分析到這邊 那如果說你沒有什麼 其他想在了解的 技術分析的問題 或基本面的問題 歡迎 留言給我 我都會 找時間去做 影片 去解答 你心中的疑惑 那最後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割韭菜 割到 80歲之後 手按不動 滑鼠 之前 以上 謝謝各位 那接下來我們分析一下形態 用把圖解起來 就是當破底翻的格局發生以後 破底翻的格局發生以後再噴出段的U新聞 我通常都怎麼噴 通常就這樣走 鋸齒狀 走鋸齒狀 走鋸齒狀 比如說這一波波幅是40 那它就是加40 然後再加40 這是所謂的上升趨勢 那一樣喔 下跌趨勢一樣喔 我們這邊這樣來看 下跌趨勢一樣 有沒有 有沒有 下跌趨勢喔 他就比較像是6滑梯 有沒有 直接這樣 一整段下來 然後 也是 他下樓梯的那個幅度就會比較 陡一點 有沒有 然後你們有發覺喔 在這個形態改變之前喔 奧利給說 常說的優先就是說 在這個形態改變之前 必須 在這關鍵價格邊緣有阻力 吃 給我們看 然後吃喔 吃它必須還要有一個力道 是有 整個上去 然後再下來 形成奧利給說的 V 一個V 然後再一個V 我就是多幾個VVW 他就容易怎樣 會出現剛剛講的 阻力不讓他下來 阻力不讓下來 形成一個有力的支撐 然後呢 然後噴出 就容易做他 剛剛講的上樓梯的優心 有沒有 剛一開始在這邊嘛 就容易這樣 上上上上樓梯的優心 這邊比較想看不到那個VVW 我們就再看一下 噴出震的都不要急著追啦 你切日線的格局應該可以看得到 大概就是這樣子 第一次主力吃給我們看 第二次 然後就發覺 打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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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都在這個價格 我這邊是 打擊區的第一個階段 讓他 跌破 再站回這個價格 就容易怎樣 去穿 他這個頭 你這邊就賣得到 所以真的不要緊喔 譬如說我們以 這個來看喔 這剛好 翻力多了 VV 這條線 也補個剛剛奧力給說的 太挺純的 你可以再跟下面去 吃蛋 第一次主力賣 賣給我們看 第二次主力賣給我們看 我們 首先觀察到了 這一段 這一段的行為以後 我們身為韭菜 在第二段 他萬一有再來的時候 才開始建倉 才開始建倉 然後用加二的U行為 在這邊做-1的動作 然後留一口加1的底彈 補他到天花板 就大概這個價格 是不是你在做教育就很輕鬆 然後你會發覺一個現象 這邊 上去下來 你在這裡可能會先加個大概80塊 80塊 在這邊賺 喔有達證嘛 然後下來 在這邊 又建倉成功 再上來你這邊又加80 他這個加80-80的計劃 不是我們 清財公共 而是說我們在 右邊的土還沒發生以前 我們在左邊判斷 這邊就容易形成壓力 這邊也容易形成壓力 這邊 容易形成支撐 跌破這邊支撐再站回來 就容易穿他這個頭穿他這個頭 那我們加倉的位置就在這邊 減倉的位置就在這邊 有沒有 然後去看 有沒有 在這邊 加2-1 都可以輕鬆打針 一次 兩次 這兩次也有行為了就可以讓我們加兩次80 來回 160的價差就回來 然後你永遠有一個加1的底單 在這個價格 或這個價格 像這樣 或是這個價格 760K可以看到這個價格的效應 在日K的大格局可以看到 這個大格局邊界的價格 你看他是不是就目前以日線的格局來看 他就是鎖在 這幾個價格之內 他今天700噴出 沒有在收尾710以下 他就會去做什麼 我這一波等不測去 下一關可能直接供到這裡 或者是說816 一關一關上去 像奧利給講的 他在噴出段 噴出段 容易 加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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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天火板去 這邊就是形態 形態學的分析 帶大家去看跟了解 破底翻跟假突破 形態部分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再複習一下 看你擋標的一屋 要看什麼 跟做怎麼樣的交易策略 你在任何一個格局看 都一樣 我們先不管是日線 60分K 還是什麼 今天是從大看到小 有沒有 把你手機的畫面 這兩個價格 全部盯住 不知道怎麼交易的 還是如奧利給說的 直接60K去看 做到最小 你就會得到 得到什麼 這兩個價格 730 643 加倉 減倉 加2 減1 主到 天花板 空到 地板 多空都一樣 空就反著看 多 就正著看 吃這個價格 空這個價格 形態學的簡易 很重要 那今天就暫時分享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